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 風屬性的風含月 然後 獅子是御風屬性是暗 天賦部分兩儀四項 自身氣血越高 然後或是越低 物攻跟免傷越高最多提高48到20% 行動結束的時候對自身10-5個 最近一名其他有方 跟敵方施加陰或陽的狀態 轉移攜帶陰或陽狀態的友方敵方2-3個 有害狀態或者是有益狀態 給攜帶陰或陽的狀態的敵方 或有方 反正就是 那個斜線就代表是 陽 然後 有害就是陰 然後 有益就是陽 那主動攻擊造成傷害的話 可無自力的很阻擋 再移動三格 然後場上最多存在 一個 攜帶陰或者是陽的狀態 友方或敵方 那四項明月或者攜帶陰跟陽狀態的 角色離場的時候呢 或攜帶陰狀態 友方遭受攜帶陽狀態的敵方攻擊後 將移除 陰或是陽狀態 那 離場的效果包含死亡撤退跟變身 然後陰呢是遭受攜帶陽狀態的敵方攻擊後恢復自身 和四項明月以損失58氣血 並複製自身兩個友誼狀態 複製自身兩個友誼狀態 給四項明月 那陽呢是只可朝攜帶陰狀態的敵方角色移動 遭受四項明月或者 攜帶陰狀態敵方攻擊後擴散自身兩個友誼狀態 給兩個範圍的其他友方 好這天賦這麼複雜 好 踏躍而行 那向前穿自并達到 作用範圍五格所以有人可以打 打 到達格子上 對方的內所有的敵人到0.5倍以上 還施加逆穴 我這招還不錯 你有逆穴然後 疑似的話是額外施加吃環二 二四的話是命中兩個 以上的目標在行動結束後或者原地在行動 這是這招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這招先練到三 練到二四 因為可以打完之後馬上跑 好 珠影 謬惠 選擇一個空格進行跳躍 對三格範圍內所有敵方造成0.5倍的傷害 絕學後施加淨寮狀態持續兩個回合 並製造 影域的例行持續兩個回合 影域的狀態是 影域內的敵方角色移動1-1 行動結束之後呢 以攜帶淨寮狀態則額外施加逆卻 我覺得這招還蠻實用的 但是目前看起來 打PPP應該更適合 疑似的話是 造成0.6倍的傷害 然後 絕學後額外施加淨寮封牽 那二四的話增加被動技主動攻擊前 每移動一格暴擊率提升4%最多到20% 然後主動攻擊這邊呢 是絕學後偷學目標兩個友誼狀態 並施加淨寮 好 寒揮 竹刃 單疊劑1.5倍 對戰前施加風穴的效果持續一個回合 如果目標作為一個沒有有 沒有友方則本次攻擊無視護衛且暴擊率 暴擊傷害提升4% 疑似的話是 無視護衛 然後 造成1.6倍的傷害 然後擊殺目標或者目標觸發 抵擋致命傷害的效果 對戰後恢復三個範圍 友方氣血 恢復量為本次傷害的30% 然後24的話變成 絕學冷卻時間-2 好 再來絕學血 月影魂 對範圍念所有的敵人造0.3倍傷害 施加誤會 持續兩個回合並視兩色敵人向絕學 作用範圍中心1次拉轉 按照司法方向左右 一次拉轉 好絕學去彗星提升20% 若自身彗星值大於目標則 對戰中觸發閃避且對戰後恢復自身 30%最大氣血 神面絕學部分呢 是我方行動傷害提升5-10% 敵方行動每一張提升5-10% 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自身兩個風格內沒有敵人 或者引擊的狀態 那這個buff的效果是移動1-1 躲避 躲閃對戰中的一次攻擊 躲閃 躲閃一次 這是可以閃避一次的意思嗎 好他有正法 然後他的特殊效果是自身吸血越高 或越低 傷害免傷越高 最多到4% 然後我覺得 雖然是變成暗屬性的御風 但是 就他的面板好一點 要不然面板太差 其實 御風都 蠻容易死的 然後就是這個 影域的地形還不錯 然後就覺得打PVP 應該是蠻適合的 然後單體技能 是要升到至少到1-4 會比較好 因為他可以 提傷目標或目標觸發 抵擋致命傷害的效果 這對戰後恢復三個 放在那油放氣血 那這也是額外恢復氣血 對 對他就是不如小補 好 我覺得最好的還是這個 諸贏 蜜惠 然後 天賦的部分 天賦的部分 就免傷跟物 物攻這樣子 然後 陰跟陽這個 增加友誼狀態 我是認為說 恩 有到很稀有嗎 看起來也還好 對啊我是覺得還好 回家要特別還是這個 這招 豬癮 我覺得這招真的是蠻蠻有興趣的 跟那個他約而行的二世 好了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的 暗屬性的風寒怨呢 那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一起做討論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B里 還有幾次GO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